持续的来推动客家文化游客委会 补助华联县政府办理的 华联县幸福台九县 城后客家辅导计划园区 客庄创生人才培训课程 从12号开始一连三天进行一地学习 而首站就前往了华联市公所 来参观好客文化会馆 受到了市长魏嘉贤 以及同仁们的热情欢迎 由华联县政府办理的 华联县幸福台九 千层厚生客庄创生人才培训课程 从12号开始进行三天两夜的一地学习 一行36名学员第一站 就前往了华联市浩克文化会馆 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地方创生客家创生 就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 我们都知道客家人 客庄给人家课本的印象是比较老化 年轻人都外流 所以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个 我们的一些培训 然后还有一些争取计划 让这些年轻人能够 有些环境可以让他回来 能够做一些事情 市长魏嘉贤也亲自欢迎 辅导团的参访学员 他表示华联市的人口 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客家族群 希望能透过他们的努力 能够吸引更多年轻朋友返乡服务 那其实我们在这几年 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不论是之前的县美会所长 或者是我们简历文所长 在这个区块里面 都做了非常实质性的一个打底的工作 那么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几年也寻找出很多 我们各家的孩子 年轻的孩子 在各行各业里面服务 或是工作或开餐厅 或是在运动健身的部分 都有一些贡献 让我们把它变成 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销 上面的一个资产 那么也希望说 结合各个不同的产业面 让客家的元素能够发扬光大 那么再次谢谢客家辅导团 来到花联市 来这边做相关的一个指导 那么更希望 未来像原住民的部分 客家的部分 那原客融合的部分 都能够被我们很多的朋友看见 而辅导团也将一路沿着重谷县 前往吉安、寿丰、凤林、瑞穗、富里、丰冰等处 希望借由特色客庄参访 让学员能够从客庄 找到创生环境营造议题 及更多原客融合的元素 记者 徐立芹 花联市报导